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 现在是中午的12点24分 我昨天刚刚回玉林 今天我又出发了 猜猜我要去哪呢 我要去柳州 主要是我姐姐要去她闺蜜的婚礼 然后她要做伴娘 我呢就顺便跟她一起去唱个伴 那个吃一顿好吃的 然后顺便去逛一下柳州 我还从来没有停留过在柳州 每次去读大学的时候 每次都是去桂林 然后从不经过柳州 每次都经过 没有下过火车 所以呢这次就专程 可以去一趟柳州 吃一份正宗的柳州本地的螺蛳粉 看一下是不是跟我想象当中 正宗的螺蛳粉那么好吃 今天烈日炎炎啊 感觉好热啊 又热又闷 好晒啊 拿着我的GoPro爽吗 好晒啊 好晒啊 我感觉我这个夏天可能要晒成 非洲黑小妹 现在呢要进站了 等一下呢要先扫码 然后进去 我们是12点40多分的火车 现在12点半应该可以快进站了 请备带 终于上车了 然后现在就要开车了 差点点赶不上 刚才呢我姐拖着行李箱 她就自顾自的 就自己跑了 先进站 然后结果我一直在火车站里面 然后走啊走 一步三回头的 愣是看不见她 哎呀准备要去九州了 突然发现我们这个车厢 最后一间车厢 所以要往前看一下 从来没有来过后门 对啊 我从来没有坐火车 能够在最后一个车厢 要是这个门可以打开就好了 然后那个栏杆 站在那个栏杆上啊 好爽 哈哈哈哈 那个是光线 看不见人 对看不见人 好像也差不多 你也是脸黑 嗯 我也能看到轮廓 到柳州站了 哇好多人要上车 大家的要下车 出站了 然后扫个马就可以出去了 柳州 柳州 我莉莉来了 哈哈哈哈 我应该说什么 说我胡汉山来了 哈哈哈哈 感觉柳州站有点高大上扬 从来没有来过柳州 这次我要来多吃几个螺丝粉 嘿嘿 耶 这个还是这个帽子适合我吧 帽子边缘大 显得我脸小 相当满意 空气都不太一样 有一股螺丝粉的味道 哈哈哈哈 说笑说笑了啊 今天天气真的超级好 阳光高楼大厦 柳州的城建真的很不错 你看正对面这些高楼大厦 让我有点恍然 像那种一线大城市的感觉 哈哈 我们到火车站这边 然后准备要做快二号线 准备坐过去 一块钱 真便宜 螺丝粉 螺丝粉店 遍地都是 这是隔三家来一家 对 螺丝粉第二家 柳州的公交差点没把我紧懵了 当然我不是说只是柳州的公交 可能是因为我已经太久没有坐过公交车了 从大学毕业之后去了深圳 就几乎不怎么坐过公交 甚至回玉林也不怎么坐公交车 因为我晕车啊 所以很少坐公交 哎呀 又是一次不一样的体验 走啦 啊 走在柳州的街头 感觉 柳州真的发展的很好 就他们的一些成见啊 世荣世貌啊 特别好 所以 感觉好像在柳州这边生活也不错 真的 蛮适合生活的 就不知道这边工作会怎么样 移居应该是还蛮移居的 对 等我改天再去南宁再去转转 然后看一下南宁现在发展的什么样了 我上次去南宁还是去南宁坐飞机 小时候呢我是在南宁读小学的 一直读到了五年级下学期 然后才回到玉林 所以对于南宁的印象已经是很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了 所以呢到时候又去南宁转一转 拉拉拉拉拉 拉拉拉拉拉拉拉 哎呀感觉好自在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陌生的街头 尤其是身上没有工作压力的情况下 让我开心几天 能开心几天就开心几天 开开心心的过 终于到地方了 终于安顿下来了 然后我姐姐的闺蜜给我们订了一间麻将房 有麻将桌然后两张大床 我今天总体而言 真的发现柳州真的很不错 真的 这个百闻不如一见 真的 我觉得柳州很适合发展 对 哎呀我们现在呢要出去吃晚饭了 可能要去吃螺蛳粉啊之类的 好了走了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吧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好亲爱的莉莉成为我的粉丝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拜拜